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了80后 90后 一整代人的青春 我是初中的时候在听周杰伦 大家都在听周杰伦 然后有一天就有那么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哥们 就有种鄙视链在里面说 你还听这个 甩过一张专辑来 我当时一看专辑名字叫《混合理论》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林肯公园第一张专辑 我当时就听 哎哟 他说这叫金属感 我就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金属感 然后后来就听他一直在嘶吼 包括看演唱会 你看贝宁顿一直在嘶吼 而且嘶吼几十分钟 这嗓子人家不带有任何变化的 当时觉得很震惊 但是听了几年之后 慢慢的感觉就淡了 直到前两天看到这新闻 心里还是一惊的 因为还是青春记忆 算起来我也见过贝宁顿 因为说起来也挺逗的 他们在香港有一次演出 那就是在香港一个很大的一个厅里 就是人山人海 当时我跟我几个哥们 还有老郎 就唱那个歌 老郎 我们去为什么挺逗的 全是站着的 全是站着的 然后大家跟着蹦啊跳 我跟老郎也在那蹦啊跳啊 后来蹦半天 老郎回头跟我说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俩在这儿是岁数最大 全是小孩 就是那次我就记得全是小孩 所以我也看过现场气氛太热烈了 但真没想到 就是当时我就见过这个主唱贝宁顿 竟然是这个自杀了 咱们看一下 就是说他据说是他生前最后一场演出 听说他唱的这个歌啊 好像特别符合那种心情 我从来的那种情绪 一直在华原哼 上语 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 我能彻得 想到自己自己的 alo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他很多时候用一个很炸裂的一种感觉 把人的那种复杂的一个焦躁的一个不安的一个情绪演出来 但是他也有那种突然进入一个很安静的一种唱 然后是能把那个心里面最柔软的一些伤痛的东西唱出来 所以他其实是还是抓住的就是人的那个情绪上面 整个跟人的这个内心中的一切的痛苦焦虑不安迷茫躁动 和一些偶尔出现的这样的温柔 相完全契合的一种音乐形式 包括死亡和黑暗 对 然后恐惧 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情绪是用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出来的 所以那其实可能这些作者 他们是被这样的一个情绪本身所裹挟最重的一些人 他们的音乐呢是他们的一个表达方式 是他们的一个出口 一个对自己生活的某种战斗 但是可能再强的战斗也都有这个战不下去了一天 那你们作家为什么还活着 其实作家死了的也很多 死了挺多的 摇滚的尤其多 这个也很奇怪 我一直不知道摇滚该怎么定义 是吧 但是那天我在网上看见一个俗称 说这个摇滚精神 什么是摇滚精神 说就是吐槽 他是永远的不满 永远的 你看所有的就是揭示这个黑暗 这个愤怒 而且这个是好像 你比如说这个林肯公园这个 说是跟年轻人特别有共鸣 对 你觉得共鸣在哪 我觉得因为其实摇滚他没有一个标准定义 但是如果要我说到 他其实是青年人的复杂情绪的一个表达 或者说一种宣泄 对我来说 青年人的复杂情绪以负能量为主吗 以负能量为主 这个吐槽就是以负能量为主 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可笑的一个词 叫什么正能量摇滚 我觉得胡说八道 哪有这种东西 你是借助了人家的工具 架子鼓啊 吉他 然后你唱你正能量 那不是摇滚 不是敲鼓的 就叫摇滚 对摇滚也不一定是嘶吼 它也很 那暴不敌论也可以唱得很温柔 对吧 那一样是摇滚 那那股叛逆的 那股骨子里 我不服这世界的劲 在那 这个贝宁顿呢 就是早期 他就是这个嘶吼 但是后来呢 变化了 到了中年啊 其实还是变得有点 听说是有点流行摇滚 就不开 不很靠这个嘶吼 而且林肯公园 并不是非常典型的摇滚乐队 你甚至可以说 林肯公园出过这七张专辑 几乎可以说是 风格一直在变 他们自己都不承认 自己是摇滚乐队 对 就说一个脏字都没有 这怎么叫摇滚 他还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乐队 而且在商业上非常的成功 可以说林肯公园 从00年发布 那个混合理论到现在 这十几年 他每一年不出专辑的时候 他也会出文化衍生品 会出歌 就是他在商业上 是巨大的成功 所以他很大程度上 你可以把它归到 偏流行的一类乐队里面去 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还真的 你看前一阵聊 这个传统武术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传统武术 聊到最后 就开始聊一个 就说 甭管打得过打不过 对吧 他们那个现代格斗啊 他们的叫 在中国古代养生的概念来说啊 叫乏生 叫乏生 就说对健康不好 你看他们都活不长 有些说练泰克拳的啊 你看一般平均寿命 过不了三十岁 但是呢 我们中国武术 虽然打不过 打不过 但是我们活得长 就是说 我们是养生 就是容 寄机于养生之重 还是容养生于 寄机之重 我就借用他 这么一个说法啊 真的就说 你看这个摇滚乐手的结局 经常是酗酒而死 吸毒而死 还有这个自杀的一个接一个 甚至有人说这个贝宁顿自杀呀 他不是正选在他一个好哥们 名单 就另一个乐队 花园乐队 就选择他生日那一天 就是那个人之前 就也是上吊自杀的 对 其实是怎么说呢 为什么摇滚乐在 特别受这个青春期的 这孩子的欢迎 是因为在这个青春期的 这个 每个人在青春期 可能他都是本能的 有这种叛逆 以及这个 自我意识 很强烈 然后独立意识很强 然后要对于这个 自尊感很强 也很敏感 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 都是看不惯的 然后并且非常非常的 叛逆寻求独立 其实摇滚他和这种 这种精神 叛逆精神 独立精神 始终是相契合的 我想象你哈 你看你现在的 这个写小说哈 你也会有那种 在摇滚这个现场 这个沸腾 跳跃 狂喊 你是那种 你有那种女孩的经验吗 我去 我去看摇滚乐队的时候 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狂热 但是也会跟着 起码唱唱拍拍手 还是有 什么拍拍手 你这开什么会呢 这一段很让人激动 因为我们去 上次去听 是去听Netwish Netwish那个是速度金属 是北欧那边的一个乐队 然后就是现场 没有Linkin Park 那么的就是 就是全场都在蹦跳 大家还是都是在头上挥手 在跟着唱 所以就基本上 这个现场 就像看五月天也常挥 但是Netwish本身 还是挺令人激动的 你不要说 它不一定是负能量 其实有的时候 也许它引出了你的负能量 你比如说你看 你像Beatles 最早的时候 它是阳光正能量的 这个形象出现的 你看那四个英国男孩 那他都是为了上电视 梳着那个全是盖头 是吧 看着很阳光 但是呢 是越变 好像越 是不是负能量更深 挖掘人的里头更深 我觉得负能量 或者说比较黑暗的一面 会让青年人感觉更好 更酷一些 会感觉更深沉一些 你知道一个人 自我感觉很深沉的 那感觉特别棒 哪怕一世独立 感觉都很棒 那一世独立 然后另外也有一个是说 当人在一种 比较不好的心境当中的时候 他的一个是倾诉欲 创作欲和沟通欲等等 都会更强一些 可能就是特别 生活特别满足的 可能吃完饭睡觉去了 就很满足了 但是你如果感受到了 那种很强烈的痛苦压力 和一种fighting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在的话 那么他的创作也很强 他的这些受众 如果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的话 他对于这些作品 本身的这个感受度 和喜爱也会越强 所以那其实是 就是没有这种痛苦的 这个情绪在的话 可能很多人 他也对于这种 这种艺术作品本身 他也就觉得无所谓 就是他可能就直接 真的就是吃饱了饭 就睡觉去了 这事我觉得 还是跟二战之后 人的解放有关系 你看这个为什么是 近几十年摇滚乐 发展得这么好 而且就一直到了 全世界的青年人 可能几乎都对他 有点共鸣 因为之前 之前这个人 确实是受的束缚太多了 二战之后 他一方面人解放了 另一方面 对现实又特别的不满 因为青年人 很容易对现实不满 因为现实社会 是只能漫度一小部分人 让他过得很爽的 永远都是这样的 在金字塔间 他永远都是少数人 那大部分人怎么办呢 那只好就会觉得 你们这帮人 就是你们毁了我的生活 对吧 然后 而且尤其是在 西方国家的青年人 他更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 他不光感觉是 他要去打破 他上面的金字塔 他还要觉得说 我要去解救 发展的国家 这帮人 所以你看他们 包括林肯公园 包括之前什么蝎子乐队 他们的MV经常都是 苏联解体 什么 列宁的雕像倒下 你看他有这种诉求在 所以你心有气气焰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有时候我想到一些 摇滚乐手这种不幸的下场 就是说 当然 甚至也有人觉得 对于自杀 也可以做哲学式的研究 你比如说 你看我看贝宁顿的 有些朋友 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希望他自杀 但是他选择了自杀 他的有的朋友还会说 那是他的选择 他自由了 或者说 他自杀也要有勇气的 等等这么一些说法 但是我不管怎么说 咱们这个俗人看起来 就是这么一个结局 包括你看这个 这个约翰烈农 最后这么给歌迷 一下打死了 你这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这些结局 真是有点燃烧自己 燃烧 就把自己当个蜡烛给点了 就燃烧自己 给了别人精神 其实你要说 中国的这个 要说中国年轻人 喜欢林肯帕克 包括喜欢很多摇滚 我倒觉得 还真的是拓宽了一些 这个人性和感受的 这个范围和深度 因为咱们过去 这个民歌传统 情歌传统 太强了 是吧 全是小唱歌 咱是那个调调 卡拉OK没歌词 就不叫歌了 对吧 但是呢 你看西方的这些 我就觉得 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当年我们崇拜的 要不说 就是说我跟老郎 去着林肯帕克 我们觉得是岁数最大的 实际那个时候震撼 我们的是七八十年代的 摇滚乐队 我觉得林肯帕克 某种程度上 他延续了一些精神 什么精神呢 就是咱们现在一般人 听歌啊 喜欢听好听的 就像喝糖水 喜欢听好听的 可是你看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比较崇拜的是 平克弗洛伊德 Pin Floyd Pin Floyd 哎呦 他那种啊 都是那种 你觉得他是摇滚的交响乐 他至少有那个气象 The wall什么的 The wall 对 他不光是有政治的诉求 而且实际是 他做声音的实验 对 你听音乐 听到最后 跟这个 什么甜甜的旋律啊 你可以越更 更越一步 就是说 他本质上是一种声音 甚至就像你写科幻 咱讲的 他本质上是一种震动 如果听 能听到本质 我就发现 有些 你看像平克弗洛伊德 他这个 他开始做声音的实验 甚至我记得看过 他们一个MV啊 在那个罗马 斗兽场上 他的很多乐器啊 就是那种 当 故意就做出那种 那种各种各样的电声 甚至于你知道 我老跟他们说 特别逗的有一次 这个平克弗洛伊德 一个小乐队 和一只狗 白色的狗 给一只狗伴奏 完全是若和福节 这狗啊 一直在叫 但是他们完全跟得上 就跟着这个狗 哎呦 太妙了 你知道吗 就是 而且你看 就是你比如说 咱刚才就讲 这个约翰烈农 最早 其实是流行的 对 他们就 万千都歌迷都喜欢 后来呢 这个大野洋子 还是小野洋子 进来了 进来了 哥几个就 有点内讧 对吧 而且很多歌迷呢 开始对他不满意 可是你知道 他最后变成了个 特立独行的人 变成艺术家了 变成艺术家 就变成艺术家 表现在音乐方面 比如说有一个音乐节 我看到他跟大野洋子去 去干什么 就开始他那些粉丝们 我觉得约翰烈农 就有这个勇气 就是随千万人 就武王矣 就是他那些歌迷 开始见约翰烈农来了 叫好 结果他跟大野洋子 这一开声 慢慢的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 因为这两个人 开始嚎叫了 就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他开始搞这个 这些歌迷们听惯了 他以前作品的 有些歌迷就不满意 就觉得你怎么现在弄这样 但是实际对他来说 他可能是已经开始去琢磨 这个声音的表现力 声音的本质 这个让我想起来 其实整个我们说 这个现代艺术 也是照着这条路来发展的 这不光是 也不光是音乐是这样的 现代艺术 你看一个经典的代表 都是杜上那个拳 对吧 就是从街上买一小便池 结果当然了 15个复制品 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其实真的应该毁掉了 那杜上就是 就是你过去画家是吧 一个画笔 一个画布 一个画框 对吧 你给我规定了 画家就这些工具 我现在不要 我艺术家就是 生活中一切都可以做艺术 是我艺术家这个人 我的思想是重要的 那这个你刚说弗洛伊德 他直接让小狗来叫 对吧 以及原来练动 他自己瞎嚎 这个我觉得就现代艺术 他就不是要去讨好你 他是真的想去探寻一些东西 但是呢 警方还是爱听Codeplay 好听 我很喜欢Codeplay 我也爱听 但是就是像您刚才说 这个甜美的这个艺术 跟这个更更广阔 更大范围的这个艺术 其实这个跟那个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面写的 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包括米兰昆德拉拉 其实也写过类似的理论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大家很喜欢的一些 这个甜美的 这个爱情大结局 完满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呢 他只是这个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些 这个愉悦呀甜蜜呀 这样的一些情绪 但是其实人有另外的一种情绪 就是这个跟subline 就是崇高性相关的一些情绪 反倒往往是说 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 更大的一个宏大的景象 宏大的picture 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那种 就是伟大的宏大的情绪 崇高的 他肯定就不光是这个甜美的 酸甜苦辣咸 那五味里面甜 也只是其中的一味 当我们看到了苦的意义 这个辣的意义 然后看到了整个的这种 从人类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 从全球的角度 看到一个宏大的 伟大崇高的这些事物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那个甜 可能只是 其中的一个小的角落 所以呢 其实摇滚也包括 平克弗洛伊德刚才说的 他的那个探索 月亮背面呀 The wall 他其实很大的程度上 是在这个崇高性的 这个宏大的这一面 做了极大探索 哪怕这个里面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个阴森的 恐怖的 这个 等等很多的情绪 我们会看到一个 非常严肃的 一个大的一个场面 然后再往前一步 可能就是一个 全新的 没有人踏足的领域 那还不仅仅是说 能够把握 我们所有人类的 各种情绪呀 历史呀等等 而是像说的 声音实验 这个艺术家做的那种 那当代艺术的一些实验 那就可能进入一个 就是全新的人类 都没有体验过的一个领域 那个领域呢 可能相对小重一点 但是它对于探索 整个人类的这个感知 跟这个艺术审美 它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我们就会从一个 甜美的领域 进到一个充满了 这种复杂痛苦 和崇高的领域 再进到一个 就更加未知的领域 我听你这么说呀 我反倒想到 这个对这个 所谓摇滚精神呢 我这个瞎理解一个 它是永不满足 它是就是 就是说其实啊 人有一个冲动 就跟你们这个科学幻想一样 其实到最后啊 就是我们要探索 要追问人生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 甚至是宇宙的真相 探索宇宙的声音 你像这个 这个林肯公园 他们也是说 就是要实验新的声音 你看 然后呢 你看到最后 为什么它吐槽啊 它吐槽 你看这个摇滚 它本身是说明啊 就是我觉得永不满足 永不停步 是说啊 就这人生难道就这个吗 不是说甜歌不好啊 但是他可能是说 这才哪到哪啊 难道就这个吗 不够啊 但是是什么 他未必知道 可是他至少可以去呐喊 我们不行啊 光这点 是吧 我现在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都对 肯定人家有很多 需要被满足的东西嘛 但是我 我觉得如果看时代趋势的话 现在值得让人担心的 就是说每个时代 它能流行起来的是什么 你像上世纪 从六七十年代开始 Beatles Bob Dylan 是吧 这个Pink Floyd 然后一直这么下来 那到现在西方的音乐的主流是什么 然后中国的年轻人迷什么 迷的是十六七岁的几个小男孩 对吧 迷的是那个糖果甜的不行 那些东西 就是说 时代的hero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体现时代 所以我 我特别担心的一点 就是现在有可能真的正在逼近 贺旭黎说的《美丽新世界》 就是说 你其实没有不满足 你因为你先被 你从出生开始就被我填满了 你出生开始就被我 我的这种娱乐工业的东西 把你填满 那你跟 你这代年轻人 跟你说什么吐槽啊 青年人的不满情绪 没有 从睁开眼睛 到闭上眼睛 都是手机或者 不同的电子屏幕上 迎合你的东西 嘻哈呢 不是电视上都搞起嘻哈了 那个嘻哈 我觉得都很嘻哈 我听他们说嘻哈不能上电视 是吗 正能量嘻哈 可以 正能量嘻哈 但其实是这个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 这一个时代的 最多的人喜欢的东西 和这一个时代 经过了很多年之后 被人气死 很变小了 这其实是两回事 哪怕是我们现在说的 某一个时代的 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乐手 其实可能在他那个时代 也不是当时最大最流行化的 Beatles Bob Dylan 还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 那个那个不一样 就是当然了 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歌 喜欢都无罪 是吧 那当然 这个喜欢都无罪 但是呢 好像还可以有点不满足 对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警方你刚才要说什么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其实大家的这个 大众化的喜好 变得越来越多样 这个是当代的 可能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再也不可能 回到那个万人空相 看一个东西的时代了 这个就是一个喜好多样化 我觉得这倒是没什么 但是刚才那个 多老师讲这个探索精神 我是觉得这个本身 这个说不满足于现状 再往一步 这个精神本身是一个 很重要的 还是需要更多的人 去有这样的精神 因为这不仅仅是说 在一个音乐的领域 在一个艺术的领域 这个哪怕是在 这个学科的领域 在其他所有的领域 就是这个永不满足 向未知探索 这个精神其实才是 真正所有的东西的推动力 所以你要科学家 他要永不停步 他必须把目标定在 就司马迁说的那个 那叫什么呢 揪天人之计 是吧 通古今之变 就是你必须 就是你的好奇心在于 我得搞清宇宙的真相 否则你的目标小了 你总有一天会停 我这成果挺好了 对吧 我现在很担心 这个时代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 刚才我完全认可 就是应该有这个探索 有这个对未知的这个渴望 但是我们现在 这个反馈机制 要求的太快了 你比如说 科学家做一个东西 大家动不动 你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你这个 就是说 他不再给你 30年冷板凳的这个时间 而也不再给你30年冷板凳 这个社会环境 而且你自己也坐不住 你一天到晚看手机上 看推送过来 那么多东西 其实你说是 大家都有对未知的这个态索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大环境 这个机制 是不是鼓励这样的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对 警方 你这个幻想未来世界的 你觉得现代这些科技消费品呢 有没有把我们 占满的这种趋势 确实有 我们腾不出什么空间 去想象什么了 对 这个其实确实有这个趋势 而且还不仅仅是说 这些产品本身 把我们占满 是我们的 就是日程表太满 我们的这个日程表 大家都 现在都想说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但是其实我一直 不太赞同这个时间管理 因为实际上 人的所有的伟大创意 都是在无所事事中诞生的 你必须是要 有一段时间 是毫无压力 也知道说 这个时候是干不了别的 然后你就在那发呆去想 然后很多时候 你的想法是这样 才会分出来的 这我们爱听 可是钱打哪来 对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其实人是需要区分的 你要很努力的工作 你要很投入的 去做这些工作 但是也仍然要 给到自己的这种时间 就是让自己的大脑 有这种自由的去 你有放空自己的 这种安排吗 这个我其实特别喜欢游泳 就是在这一点 包括其他的这些运动 然后如果不是那种 特别复杂的 像是打球这样的运动的话 那在所有的这种运动里面 其实都是让这个大脑 整个放空 然后去想很多事情 所以未来就应该 让人工智能干很多活 我们留下来自考了 我们有点闲暇时间 对吧 怕的就是留下来 就变成那大胖子了 对 就是他 然后他统治了你 念前一个屏幕 是吧 喝就可乐 你给我吃 你说真有可能吗 这个 其实现在你看美国那边人 已经都是这个大脑 小三百斤的大脑 他们那都是被电视 给寄出来的 就是很多 他们从小时候 就叫Potato Coach Potato 就是窝在沙发里 看电视一直吃薯片 这种不断的子 就像我们的小监管 我把它那边